大家好 我叫牛玉 在网络上大家叫我彻游哥哥 然后我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叫钢腿女孩 因为我是在15年前的512地震中 然后当时被埋在飞墟下面三天三夜之后 因为右腿也埋太久了 所以我就是右大腿高位截肢 然后我现在就是也有我自己的一个自媒体平台 就在平台上面分享一些我的生活一些日常 我觉得我2023年的关键词是尝试和能量 因为我觉得我是今年也尝试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在5月份去发布了自己新书 而且我今年还发了一首自己的歌 然后包括去比如说一些滑雪啊 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体育运动 包括今年去鲁迅文学院上课 接触了很多很多作家老师 然后也开始尝试了写诗歌 正因为就有这些尝试它给我赋能 让我有能量之后 我觉得我才能够去抵抗生活中给我的一些挑战和一些困难 让我能够再坚持在 不管说在自媒体或者写作或者摄影这条路上 继续坚定地走下去 我们把我们的生活分享在平台上 让各个的残疾朋友们看到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获得能量 但是我希望我的视频能让他们获得能量 就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好像在18年之前 我是一个非常关注于自我的人 我高一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特别不好的事 就是我在学校摔了一脚 就很小一件事 但是我当时把甲子摔坏了 而且那个时候就听到了别人的嘲笑声 那个对我影响特别的 那时候我爸他也着急 他就跟我说 就大概意思就是你要接受你自己本身 你不是努力去把你自己当一个正常人 我就觉得我特别不能理解 我觉得当所有人都发现不了我是个残疾人 我才冷坏了 但我后来发现 我不知道是在哪一瞬间真的 我突然理解我爸那句话真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承认自己缺点 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事 因为只有承认自己没有腿的时候 我才会不强迫自己 我才会及时地去放弃一些东西 有些东西你不能勉强 但是如果你太把自己 就是觉得我跟他没什么区别 我是一个正常的话 你就接下来要迎接你的是那种失落感 就是你会非常累好 甚至会变得非常敏感 在那一刻你突然发现就是 你可以给到别人一些力量 就哪怕你好像在 大家眼里看起来并不是一个特别完整的人 然后你可以帮助别人给到勇气 你要想我们从往都是别人给我们勇气 当某一刻你发现你可以给别人勇气的时候 我觉得我好像是中间那一根桥梁 因为我好像知道我们想要把爱带给这个特殊的群体 作为特殊群体的一员 我们也非常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爱 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好了 很多人就是去 在心理障碍跨越了 我觉得是很勇敢了 我们在网上能看到越来越多的 这样子身体不方便 或者说有一些听障或视障的一些博主们 他们愿意去做尝试更多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它其实对于 对不管是它个人 还是目前社会上来说 我觉得都是一个打破 对我觉得它可以让更多人去了解到这个少数群体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是我们愿意走出来 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之后 我觉得社会才会给予一定的帮助 而且今年那个 我仗在立法了嘛 我觉得其实所有人都在为这一块去努力 而且大家越来越关注到这块 我觉得总体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风向 我今年就在思考 我想的是自媒体 它其实是有很大的力量的 有时候真的可以去帮助到一些人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我还是想说 就是把这个东西去生还一下吧 我觉得总体来说 我2024年应该跟2023年 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可是我比起未来或过去 我更在意当下 我相信我们专注于做当下的每件事情 并且全心全力地去做的话 我相信未来也一定不会太长